大家好,我是摩根 张良自从改版以来呢,胜率一直飙升 不得不说,改版后是真的强 究竟是强到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张良自身跟以前一样还是很脆啊 以前是一切就死,被动的真实伤害触发太慢 现在的真实伤害三秒可以触发两次 二技能双阵法可以更大程度的限制敌方走位 玩张良的时候多蹲人 团战的时候二技能阵法的释放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一技能的释放方位 张良最大的作用是团战和抓人 先知走位,对下的威慑力并不强 所以说现版本节奏很快,很容易爆发团战 张良在前中后期都可以游刃有余啊 本局前期打的相当逆风,我也是挂了两次 但我的伤害依然非常高 因为被动的加强,真实伤害频率很快 大家看这一步啊,鱼姬过来抓我 直接所有技能丢他脸上,打出爆炸伤害 鱼姬呢也是交了闪现,准备逃跑 我虽然是逆风了,但是鱼姬没有硬控 我所有伤害和控制他都免疫不了的 哪来的自信居然敢抓我啊 赵云也是太过自信,直接大招过来 想要将我击杀,直接一技能封住退路 钟馗只能干招级过不来 带走了赵云之后,我们逐步推进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花木兰绕后想要秀一波啊 一技能随缘一丢,还没等他唤起重剑 自身血量已经见敌 花木兰颇为记仇,想在下路草丛因我一波 我直接闪现躲掉轻剑一技能 回头一个大招控制将其带走 花木兰队友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四人强行过来开团,我开始一二技能互丢 敌方几人位置极佳,吃光我所有伤害 最后经过队友的一起配合 成功拿下一换三的好战绩 花木兰目前是没有一技能的 解控之后,闪现想要贴脸打我 直接二技能起手瞬间开启大招 配合着被动的真实伤害频率 成功单杀花木兰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摩根的小伙伴们记得点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